嗨 大家好 我是方哥 今天早上八點多 橘子一早就給我打電話說 多多今天可以出院了 所以叫我趕緊上去 這個消息是 很讓人高興啊 來 拜拜 剛才橘子說 多多今天出院的話 但是還要數幾天夜啊 就在我們街上數 因為在縣城的話 第一個是 我們不方便 還有就是因為疫情的便宜嘛 不能在醫院住久了啊 特別小孩這些啊 走了 這邊那邊這把的爐 這邊 這把的 這邊 這邊 那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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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吧 東西的身上 不是 嗯 出院那個你辦好了嗎 你辦好了 哦 都不發燒 都辦好了是吧 都辦好了 那是吧 那個 那個 那個包含是姜道里 和它車子門過來 讓它進去 它還是可以 他說我還要飛機舒適嘛 嗯 还有十几天要 我们的鸡翅膀进去 好 我们的鸡翅膀进去 我们再吃个猪肠 来了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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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现在回去了 多多住了三天 但是还没有完全好玩 还要回家在我们镇上 出去打点滴 要把那个烟蒸下去 我们现在到家了 看下期 嗯 我们现在到家了 住了两天院 应该就是 用了两千六百多块钱 而且我们这个是报不了的 相当于多给了一千多块钱 如果报账的话 可能可以报一千多 这个是说那么多 哎呀 这个是稀奇侥幸 我们就是没有买那个 医保 没有给多多鸡翅买医保 所以说导致了我们这个报不到 一个干毛用头两千多 小猴子 小猴子 对 知道是没死 好了 我们要上去吃饭 吃了下午 还要去我们的街上医院打点滴 现在多多也没事了 朋友们可以放心了 谢谢大家关心 谢谢叔叔阿姨关心 谢谢